请走点来看到英国王室昨天公布了威廉王子跟未婚妻凯特的订婚照 两个人抱得紧紧的正式突破了英国王室的尺度哦 威廉王子和凯特微笑并肩站着 身穿深色西装的威廉王子帅气依旧 而未婚妻凯特左手展露纳眉曾经属于戴背的订婚戒指 而另一张照片里威廉把凯特抱在怀里 凯特左手无名纸上闪亮的蓝宝石钻戒更吸引众人目光 这两张订婚照是由王室信赖的秘鲁裔摄影师泰斯蒂所操刀的 威廉遗故的母亲戴安娜王妃有几张经典照片就是出自泰斯蒂之手 而比起过去伊丽莎白女王的婚照 两人站得直挺挺的也代表王室年轻一代不同的作风 有趣的是英国媒体还将之前王室的订婚照拿出来比一比 像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1981年的订婚照上 查尔斯两臂交叉在胸前显示具有防备心 而另一张女王次子安德鲁王子和沙拉坐在椅子上 英国媒体说双方没有展露出任何的爱意 结果这两段婚姻都是以离婚收场 至于女王三子爱德华和苏菲的订婚照则显得很自然 他们的婚姻也比较美满 从照片看婚姻见仁见智 不过英国首相卡麦隆已经宣布 明年威廉大婚全英国将放假一天 而两人的婚礼已经将耗费台币14亿元 大部分由女王和查尔斯买单 中间新闻球迷一报道